HELLO WORLD 我是PK 歡迎你回到UNLOCK 今天這條影片將我們一直在講的創業網絡技巧 組合成為一個網絡生意的藍圖 很快地幫你了解自己到底要走什麼方向 過程中你要掌握什麼技能 再者這個頻道 接下來的內容都會圍繞藍圖繼續發展 UNLOCK這個頻道會講有關創業網絡行銷和網絡技巧的教學 希望我們的內容可以幫助你開創不一樣的未來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看UNLOCK的影片 歡迎你讚好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鈴鐺 之後我們有新片的時候就會通知你 要透過互聯網上去開設你的事業和做生意的話 有兩個概念大家是首先要明白的 第一 流量就等於金錢 我們以前叫做收市率 人氣 其實就會為你帶來財富和機會 生意要開始的時候 基礎第一步就是需要有流量 無論是一般的用戶 商家其實眼球都會跟著這些焦點話題 問題是有流量 怎麼把它變成錢呢 就是第二部分 其實你需要有一個清晰的業務或者價值核心 要將一些什麼推銷出去或者去幫助人 可能是一門生意 甚至是叫人去捐助支持你的創作 賣形象 KOL 大貨等等 以至你的流量有一個原因去轉換成金錢 去到這一刻你可能還需要時間去摸索 不要緊 你先了解這兩個概念 互相關係是息息相關 再說下去 希望藍圖給到一些啟示 以及指引你知道去發展什麼方向 要預備和建立什麼技巧和技能 藍圖的第一部分就是流量 大家都知道我想要 但問題是流量從哪裡來呢 什麼吸客系統 引流 整件事很吸引 很魔法 你就會想是不是有特別的方法 但其實我想說 當我們了解多一點整個互聯網的人的使用習慣 其實你會想到流量大概在哪個地方 因為大部份人上網其實都不外乎娛樂 找一些他需要的東西 通常會聚集在四個地方 第一就是社交媒體 來自你的朋友 你自己的資訊 生活的東西 想一開電話也好 上網也好 可能上Facebook IG Miri 這些平台 看有什麼新的東西 繼而就是我想找一些資訊服務的時候 就會在search engine上找食物 找店舖 找食物 所以第二個來源就會是search engine 這些是我們平時生活習慣 第三 除了看朋友的東西之外 就是看新聞 最新的update 大事是怎樣 這些資訊的平台 都會是很多人主動去瀏覽 和聚集的地方 第四樣就是打機 娛樂 所以一些影音的平台 音樂 甚至遊戲的平台 討論區 這些都會吸引了很多的用戶 大家就會知道這些平台 就是人聚集的地方 而你又想將這些人帶到你的生意 就來到藍兔的第二部分 就是怎樣做引流 將那些本身不認識的人帶到你的平台 大概有三大個方法 第一就是直接在剛才說的社交媒體平台裡面 去經營 例如Facebook Page 你的IG 帳號 YouTube Channel Miri 的 Page 等等 在最多人聚集的地方 就建立你的店舖 或者你的品牌 招募的人來加入成為你的粉絲 就好像在一個人堆當中 舉牌 Hello 我就是PK 我們在這裏 Unlock 歡迎你訂閱我們的頻道 通常這些平台都是免費 你花的就用時間去建立內容 給到娛樂性知識的價值 來追隨你 建立了一些人 慣性會回來看你 會接收你的資訊 從而令到你的潛在客戶的可能性提高 第二 我們就叫做SEO 就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你除了有社交媒體的平台帳號之外 可能是有一個網站 說到一些服務的資訊 甚至直接賣產品的話 你就需要有人來到你的店舖 就好像你開一間店舖 在商場也好 在街店也好 你的公司或你的產品服務 會在搜尋結果的頭位 或者第一版 很快就能按到你 帶來一個穩定和有效的流量 但是SEO是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做優化 以至你的結果越來越好 第三樣就是直接下廣告 暫時世界上網上下廣告 就有兩大廣告商 第一就是Google的Ad Network 包括了在Search Engine買 keywords 亦都是YouTube上面看到的廣告片 還有Google的Network 亦都遍佈在其他不同的網站 內容下有些Banner 其實都用了Google的廣告 另外就是社交平台 Facebook和IG就是最具代表性 按照你的喜好行為習慣 然後就彈廣告出來 亦都會針對商家 落一個怎樣的廣告去到target 而這個就是消錢的方法 但是最快有效 帶到你一些想找的潛在客戶 很快用這三種方法 引流到你想去的地方 然後就是有了引流 如何去到第三步 就是將帶來的流量 可以轉化成為金錢 你有很多的流量 但是其實你沒有東西賣 不清楚你賣什麼的話 你亦都很難將這些流量 或者機會變成錢 你真的要想一下 到底你想建立這些流量 帶給你的是一個什麼效果 有讚好 有人看 你就已經是得到心靈的滿足 還是你想將這些流量化成一些機會 去發展你的事業 或者讓你的興趣更上一層樓 就真的 你是要想你的核心業務和價值是什麼 我舉不同的例子 如果你賣你的形象 做一個KOL 你需要建立人氣 透過這些人氣 可能你成為產品的代言的時候 你就賺到你的人氣 而轉換成的收入 如果不是的 你是賣產品 賣手機 賣手機 手機 賣你自己創作的東西等等 你就需要有一個網店 去表現賣的東西是什麼 你服務提供什麼 另外想收集一些contact 保險業 財務 或者一些顧問諮詢 未必能夠直接在網上交易 需要找到這些潛在客戶 再給專業服務 你就需要有一個所謂landing page 解釋你的服務 之餘想登記留下contact 再進一步去follow 你才有機會再做到一些更大的單價 再有一類就是賣知識賣課程 很多教音樂 語言 興趣班都停了 但要遙距發生的話 網上有個教學平台 都越來越普及 還有需要 還有一類近年在香港都越來越流行 就是會員制度 無論是YouTube的會員 Patreon的會員 你每個星期或不停發放一些對會員有興趣的資訊 足以它來加入你 你也收了這個費用 然後繼續服務它 剛才說的就有幾種模特兒 要做到這些模特兒 其實你離不開的技術 你真的需要學懂網站是什麼 網站而引伸就是 Domain用什麼平台去做網站 以及如何去建立和經營你的網站 如果你開網站 有什麼平台可以開網站 電子支付是怎樣 分析用戶的行為習慣 所以你要了解數據分析 要不要下廣告針對一些你想要的潛在客群 所以去到第三部分 不同的business model 怎樣去迎接這些流量 去到一個能夠轉換成金錢的平台 是很重要的 最終它能不能夠買單 造成生意 將這個流量變成錢 或者你需要換到的東西 第四部分就是轉換率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明白 給一點點概念 用一條影片介紹電話的功能 然後下面有一條link去買這個電話 有100個人看了這條影片 有5個人買了這個電話 那個轉換率就是5% 所以網絡生意就是 你的流量轉換成你的潛在客戶 再轉換成錢 真的買單有多少 那平均來說 在網絡世界大概3-5%是很正常 我們就用5%一個estimation 估計可不可以繼續持續運作下去 假設你是一個導師 你在買一個吉他的課程 拍了一條影片有1000個view 那5%的人會按這條影片的link 去到你的網站 1,000的5%就是50個人 透過這條影片看到你的結他課程 然後這50個人 可能都是只有5% 會看完這個課程 直接 online就買 那50個人的5%就是2.5個人 假設你一個結他班 我當是1000元 你得到的錢就是2500元 那如果你的流量由1000變成10萬 會按下去你的結他班的網頁上 就是有5000人 那就是有250人會買單 同樣是1000元一次的課程 得到那個的回報就是25萬 透過這個轉換率 由流量變成潛在客戶 到變成買單 你就已經可以知道流量是多麼重要 同樣是1000元的課程 但是你的流量多100倍的話 你的收入就會直接多100倍 所以回到我 講藍圖最開頭的概念 流量等於金錢 基本上就是網絡世界 玩得最多 大家都在追的東西 講到這裏 好像講條數那麼容易提升你的轉換率 其實都有一套技能要掌握 很關鍵就是一個銷售技巧 去到你的網頁 網店它怎樣會按一按鍵 去到check out 那個用戶體驗是非常重要 牽涉copywriting 網站怎樣做得好的感覺 再而就是網絡銷售的心理和技巧 配合到才可以再提升轉換率 流量提升得多 但你轉換率低其實都是會浪費了 同步提升 帶給你的價值和槓桿就會越來越高 看完整個藍圖的一至四個部份 你就會發覺其實你要做一個真正的網絡創業 或者網絡生意 其實要掌握技巧資源和能力是非常多 沒錯 真的非常多 所以我們這個channel 不是那些吹水跟你說 有沒有想過你一天會發達 有沒有按多少個按鈕 能夠做成多少生意 然後每天找到錢 如果你網上看到這些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太真實 我們在說話是很踏踏實實 我們有經驗有客戶 而我們都開始建立的 就是一個實在的網絡生意模式 所以Unlock這個channel 是會將經驗技巧和相關營運的思維 整合在一起 希望令你的人生有更多可能性和選擇 還有我們有一個新的網絡 主要都是圍繞著網絡生意的內容 接下來我們會有更多的驚喜 希望這個藍圖真的可以啟發 以及可以為你的事業和將來的可能性 一步一步地開拓出來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這條片到這裏 下條片再見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Share我們的Channel 按下小鈴鐺 接下來的新片 你就不會錯過了 Bye